中國古代帝王後宮家庭三千 皇帝們每天日理萬機 且除了那些後廢外 宮中還有不少打雜的宮女 那麼問題來了 皇帝會不會哪一天看到漂亮的宮女 丟了一個全世性侵直接推倒宮女呢? 我們先說答案 皇帝當然是想幹嘛就幹嘛 是可以隨便和宮女運動的 雖然說宮女主要是負責打雜 但宮女們也算是後宮的儲備幹部 歷史上也經常有皇帝受信大發 看到喜歡的宮女直接來的 且明朝滅亡既然和宮女有關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皇帝與宮女們的故事 那麼故事就得從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說起 某天漢武帝祭祖回城的路上 順路去看望姐姐平陽公主 公主射宴款待漢武帝 並派了府裡的宮女獻上熱舞 沒想到其中一名宮女把漢武帝勾得神魂顛倒 平陽公主也注意到了此事 於是趁著漢武帝起身說要換衣服 平陽公主馬上派那名宮女前去死後 就這樣天蕾勾動地火一趴不可收拾 這名宮女就是魏子夫日後也成為了皇后 所謂一人得到極犬升天 魏子夫的弟弟魏青 與職兒獲去並也獲得了機會得以重用 成為漢武帝時期最猛的名將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漢成帝身上 漢成帝是一個色配屁孩 集圍後就是每天玩女人 還經常微服召妓 有一天來到了楊兒公主的府上 見到宮女趙芬燕長得驚為天人 無跳了又好 就直接把趙芬燕招入宮中大戰個300回合 還聽說趙芬燕有一個妹妹 於是把妹妹也找來想吃碗姊妹凍 只有姊妹兩人合理把漢成帝炸成人肝 漢成帝也成為了中國史上最昏庸的君主之一 不過講到最愛怕宮女的大概就是明朝皇帝 甚至好幾位皇帝都是宮女所生 明宣宗是明朝少數的明君 就生了兩位皇帝 明英宗與明代宗 都是宮女所生 英宗的生母不明 但疑似皇后不孕 將一位宮女剛產下的嬰兒佔為己有 而代宗的媽媽是吳氏 原本是宣宗的叔叔和王朱高許的一名宮女 皇宿後來起兵叛亂 兵敗後吳氏被宣宗丟到後宮 並產下一子 不過宣宗覺得宮女地位太低 一直不承認這個私生子 直到死前才承認 英宗後來繼承了老爸皇位 本來這個皇位沒有弟弟的事情 誰知道一個圖木堡之變 英宗被蒙古人抓走 國不可一日無君 明朝才改立英宗的弟弟代宗為帝 不過英宗後來被放了回來 並重新奪取地位 死成奪門之變 英宗的兒子是憲宗 當時憲宗最寵愛的夫人是萬貴妃 則一個也是宮女出生 萬貴妃一開始是皇后的宮女 後來變成了憲宗的奶媽 萬貴妃年紀大憲宗17歲 與憲宗的生母一樣歲數 之後萬貴妃幫憲宗登大郎 也成為了憲宗最寵愛的夫人 憲宗的父親英宗知道此事後 認為大令宮女竟然誘拐少年太子 於是給了萬貴妃一百大阪 並另外給憲宗選妃 不過憲宗所履空的人色 也有可能是遺傳之老爸 憲宗自己就有兩位帶他16歲的妃子 實在是沒有理由責怪萬貴妃 憲宗在外期間 明朝大軍攻打廣西的瑤卒 明軍得勝後 抓了一堆瑤卒的少女充實後宮 其中一位季小妹讀過幾年書 聰明又美麗 成為了宮中的讀書館管理員 有一天憲宗來到讀書館讀書 憲宗見到這個讀書館管理員聰明又伶俐 情不知見下 與他交流了更深的學問 讓管理員當場懷孕 這一位皇子就是明朝的忠心之主 名孝宗朱祐堂 他媽不但是個宮女還是個戰俘 但前面說到的萬貴妃是個嫉妒魔人 對於懷孕的宮女都會加以迫害 讀書館管理員懷孕的消息傳到了他的耳中 立即想辦法要除掉這對母子 不過萬貴妃做人失敗 在其他宮女太監與皇太后的保護下 姬小妹成功產下皇子 皇子一直到了六歲才與憲宗相認 當時沒有子氏的憲宗非常高興 立即把他立為太子 著名的禮貓幻太子說的就是萬貴妃而不是宋朝的故事 名孝中的子氏就是著名的道士皇帝嘉靖 老道士成名於修仙煉丹成道 二十年間不上朝 就指館日夜送金作法主持道教儀式 為了求長生不老與壯陽 也熱衷於煉丹 還不知道去哪超來的壯陽秘方 必須使用處女的精血 於是大四蒐集宮女 後宮人數直線飆升 老道士十分的變態 宮女沒被重新就算了 還被搞得失去活來 最後宮女們受不了 16名宮女和2名嫔妃差點勒死老道士 老道士成仙後 即為了四名目中容慶皇帝 雖然不像老爸這麼變態 但依然非常的好色 整天就是玩女人和吃春藥 也搞上一名宮女李氏 生了中國史上最宅的皇帝 名聲中萬利帝 相較於縣中很寵愛宮女出生的萬貴妃 也願意對宮女所生的孩子負責 而萬利就不同了 萬利不但是一個宅男還是一個渣男 某一天年少的萬利要去慈寧宮和媽媽請安 結果李太后不在 不過一名宮女王室端隨讓她洗手 萬利看這個王室頗有之色 一時興起就推倒了王室 萬利覺得宮女玩就好也不以為意 沒想到王室卻懷孕了 李太后見身旁的宮女怎麼肚子越來越大 就把兒子抓來問 萬利吱吱吱吱的不願意承認 李太后就詢問宮中的太監 這一個太監不僅是目擊證人 且皇帝每趴一次就會記錄下來 一比對 果然王室的肚子是兒子搞大的 萬利才勉強承認 於是王室進封為宮妃 不久王宮妃生下皇帳子朱昌若 就是日後的冥光中 照理說生了皇帳子應該要很高興才對 但這一個萬利卻很討厭朱昌若 萬利寵愛的是正貴妃 因此給正貴妃之子朱昌尋找了最好的老師 而朱昌若老師就是野季大學畢業的 還常常叫她宮女仔 這件事情傳到了皇帝媽媽的額裡 由於李太后也是宮女出身 萬利什麼不嘴 偏偏嘴到老媽的痛處 於是把萬利叫來臭媽一頓 說你也是宮女生的 是在臭極點的 萬利嚇到趴在地上久久不能動彈 也因為朱昌若是宮女仔 萬利不想立她為太子 想要改立朱昌尋 卻受到東寧黨大臣與老媽子的反對 這一朝就朝了15年 萬利也被迫立朱昌若為太子 把朱昌封在洛陽稱為富王 這個萬利在早期也是頗有作為的皇帝 但經過此事與大臣結下糧子 開始學她爺爺長達30年的不上朝 這段期間東北的女真崛起 開始對明朝驚吞蠶食 也因為不喜歡宮女仔 導致宮女仔和她兒子天啟 都沒有得到完整的教育 天啟帝在位七年 也是明朝最黑暗的時期 加速了明朝的面王 說到底明朝面王始於神中待政 也是跟推倒一名宮女有關呢? 清朝與明朝不同 皇子都接受過嚴格的教育 後宮制度也更加完善 雖然沒有完的明朝這麼兇 但也是有皇帝推倒宮女的紀錄 康熙的兩妃就是宮女 很快的被康熙撲倒 並稱下巴阿哥硬四 乾隆17歲就當了爸爸 生了大阿哥永皇 幫乾隆登短廊的也是一位宮女 乾隆的孫子道光雖然很早結婚 也被爸爸家妻秘密立為出君 但這個道光到了26歲還是膝下無子 這讓家妻非常緊張 最後道光把一名宮女搞大肚子 這才讓家妻鬆了一口氣 道光的兒子咸豐是一名好色之徒 還對宮女情有獨鍾 除了文貴妃是宮女出身外 還另外重新四名長相漂亮的宮女 所以皇帝確實是可以隨便趴宮女的 甚至明朝皇帝還可以直接來個三秒合體 不要說宮女了 康熙乾隆這種滿等帳號的皇帝 是想趴誰就趴誰 他們幾乎就是伺服器的GN了 還有什麼做不到的嗎 以前的皇帝是想幹嘛就幹嘛 整個皇宮都是他的Motelu 很像有點令人羨慕 但不用擔心 咱們現在也可以用V9人認識新朋友 V9是一款大人專用主打約會的交友軟體 與一般交友App的不同而是 V9強調直接跟網友見面約會 以親密互動取代尷尬網聊 無論你是想找人吃飯喝一杯看電影 甚至比看電影更刺激的 都能在這邊輕鬆找到人 不要以為咱們男生只能主動出擊 這裡的女生跟男生一樣主動 看看動態牆上這麼多帥哥美女 還真的以為自己是皇上或是女王呢 只有年滿18歲有這款約會神器 就不用再羨慕古代的皇帝啦